18%的優惠存款 可以儘早走入歷史 年金改革委員会 明年1月21日至22日 将首次召开全国性国师会议 邀请各年金的厉害关系人的职业 也团体他们来参加 林万一强调18%要尽早走入历史 不过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 不会受到影响 希望这次的年金改革 可以让国人获得一个 比较放心而且永续的年金制度 小英总统从上任以来 就不断推动的年金改革 终于能看到成果了吗 期待国人大家共同努力 来让这个改革可以顺利的进行 知识中心台北报导